今天是2015年7月22日 情 威风 尾号现行四合七 一年前的今天 发生了一件对我意义非凡的事 那天因为避雨 我第一次走进彩票投注站 但我依照当下的时间 选定打了头彩票前五位柱子 正在被最后两位困扰时 突然想起那个女孩的背影 没想到我的幸运就从这里开始了 当我走出投注站 连着下来发现二十二个小时零三十八分钟的小雨 竟然停了 尤号 就在我错过一辆满载乘客的三五一路 计算着自己心里应应面积的时候 一辆空车缓缓驶来 坐在专车上想想慢慢回家路 索性查一下那张菜票的开奖信息 哇 竟然中了 我当即决定 去一家高碧格餐厅大吃一顿 喂 吃 加杯咖啡 饱餐之后 服务员送上一张制作VIP卡 先生 恭喜您成为本店第十万位顾客 享受终身五折诱惠 然而 这还只是幸运的一个小小开始 出租车一路飞驰穿过六环 在我离家不到五百米的时候 一件让人更加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 一处超六星级商业项目开工了 想想未来便利的生活 和我那超大升职空间的一局室 心里也是美美的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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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今天的我真是人品大爆发呀 在第三百次连接隔壁老王家的WiFi时 竟然成功了 接着我就收到了猎逃发来的邮件 心仪已久的那家公司 竟然让我去面试 在迈出家门的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离登上人生巅峰 又迈进了一大步 从面试房间走出来的我 谁真的知道 这份工作注定和我此生无缘 但上天却给了我另外一个幸运提示 我竟然又一次碰到了我那个 幸运数字女孩 我想 一个更大的幸运 应该即将开始了吧 这就是我 因为一张大乐透彩票 开始了幸运之旅